有需要胡椒嗎? 嗯,不用 那妳有什麼問題可以開始了嗎? 現在開始了 妳大家怎麼來買? 其實我對於你說自殺這個議題也蠻有興趣的 只是好像受限於Podcast 怕說不能夠講講得太極端 但是現在似乎好像也不太能夠講太極端的想法 不會啊,我都很極端 你都很極端 沒有關係 妳今天想要知道什麼? 你說自殺嗎? 對,就說妳想要 就妳覺得什麼是Podcast上妳覺得可能不方便講的 不方便講的 我比較入息 但是我實說我已經聽過兩遍了 所以,嗯 現在不是有鼓吹人家自殺的罪嗎? 對,然後 那如果今天就是成為一個專業的人 其實我在某方面算專業人用 然後如果對保護的公司 他想要自殺 但是我可能沒有辦法勸助他 反而被他說服說 喔自殺其實是 是OK的 是 就是 是一個好的建議 對 那這樣子 我算是 道德瑕疵嗎? 然後 就很容易被拉走啊 嗯 好,我懂 你也就是說 你很容易 就其實你沒有 你對自殺沒有很堅定的立場 對啊 然後你也就是說 你很容易就會被拉走 覺得說好像自殺也沒什麼不好 嗯 就是說他說 我現在就是很痛苦 沒有任何人 任何事可以解決 我現在的 心驚或是想法 我就 喔 好像 也是OK 但按照 我在Packet上面的定義的話 這種應該 會被視為是他殺 就是 就我的主張應該是說 如果他是什麼 壓力太大受不了 就死了 這種應該不算自殺 因為他自殺也沒有目的啊 所以他自殺也不是為了要 證明自己是對的 或是要有什麼 特別的用意啊 他只是因為他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死了 這樣說其實 接著他今天說我一直 我一直打一個人 打到那個人受不了 就被打死了 那那個人 當然不是自殺 當然是 對啊 所以我意思是說 如果你檢查這種狀況 說因為他受不了了 太痛死了 然後最後就死了 最後就自殺了 那我覺得根本不叫自殺 證明就是 痛苦不堪而死 無法忍受的痛苦而死 這就不算是自殺 因為他自殺也沒有任何的目的 你是說他沒有想要 就是 從死亡中 去獲得一些什麼 就是這個手段 去獲得一些什麼 就不算是自殺 對啊 就是對啊 因為他沒有想要 應該說他不是為了死啊 他只是承受不住了而已啊 就是想要結束那個痛苦 那這件事合理嗎 不然人為什麼會死亡 就你要想 如果 正常來講 就一個人他 活到90歲 然後 或100歲 然後有一天死亡了 那你要想他為什麼會死亡 那死亡的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 他的細胞 受不了了 嗯 他身體受不了了 不堪負荷 就是他身體 還是細胞老化什麼的嘛 受不了了 然後就死了 然後就死了 那 那就他受不了了 細胞老化死了 我們也不會說他是 自殺 我們會說他這個叫做 老了 就是 身體不重用了 然後就死了 嗯 可是其實他也是 受不了了 沒有 我就說 我們不會說是自殺 我只說他就受不了死了 那你現在只是 因為那個受不了的個體 別人覺得他還受得了 就是說 別人覺得這個人還受得了 結果他竟然死了 所以別人就覺得他是自殺 但是其實你如果從他主觀視角來看 他就受不了所以死了 所以這樣當然不是自殺 就跟所有的死亡是很像的嘛 你今天吃了一些毒品 然後你就被毒死了 應該說毒藥啦 因為毒品可能不會死人 毒藥 你吃一些毒藥就毒死自己 然後 那你其實是身體受不了那個毒嘛 呵呵 或者像我講的嘛 一個人他想要游泳從澳洲游到台灣 然後結果他 游到半土就淹死了 那也 那也不是自殺 那就能力不足啊 他永濟太爛了 所以游到一半就游不動就死了 那就很正常而已啦 就是游不動就死了 我的意思是說 就你不會 就至少我不覺得這個自殺 我覺得他只是 嘗試一個事情對不對 然後能力無法 所以無法附和 所以失敗了 然後死了 嗯 但這個不能算是自殺 而且很多事情都不能算是自殺 嗯 本來就是啊 我覺得 都不算是自殺 應該說我那個pocket的重點 其實就是 等於講到最後其實是說 就根本就大部分的自殺都是搭在亂貼標籤 嗯 就其實那個人根本就不是自殺死了 他明明就是因為能力不足 因為身體太爛了 就是生病死了什麼的 所以他就不是 其實就不是有目的的想要 為了達到什麼而自殺的這樣 其實就不是這樣的 嗯 你對於 生活中的無望感 有什麼想法嗎 嗯 我覺得就是你要 更 激進一點 激進 嗯 就是說 嗯 如果有人不滿意現在的生活 嗯 他應該要用更激烈的手段去尋求改變 嗯 對就我覺得他不應該消極的覺得過一天是一天這樣 加索我覺得現在的 生活是他不想要的 他應該要積極的去改變 而不是消極的過一天算一天 嗯 可是有很多事情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嗯 沒有辦法 用消極的過一天算一天的方式來改變 不代表沒有辦法改變 嗯 不然你舉個例子啊 你覺得什麼是你沒辦法改變的 例如父母不能選擇 但你可以改變父母的想法 嗯 那如果父母的想法沒有辦法改變 沒有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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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都是可以改變的 就是 你父母的家沒有改變是因為你沒有做出一些激烈的行為 比如說如果假設 我隨便舉例啊 雖然這可能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說假設今天 那個你就那個 去那個大街上面 然後就躺在大腦路上面 然後呢 你就 那個 就是 一邊開直播 然後一邊在直播裡面 講說 你覺得你父母的哪些想法 你覺得不能接受 那我覺得這樣也許就會有比較好的效果 你父母可能就會改變了 那他可能會覺得這樣很丟臉 他覺得說你在躺在大馬路上 然後講這些內容 他覺得不能接受 就我說那個父母覺得不能接受 他覺得太丟臉了 然後他又沒有辦法改變你 所以他這時候只好他自己想辦法改變 讓你不要再做這樣的事情 雖然這有點聽起來也像在威脅 或是什麼 情緒勒索之類的 但是 就是 我會說就是 就不是不可能改變的嘛 就我會說你會覺得不可能改變 那是因為 你都想一些很溫和的方式 比如說 你可能 就是 每天就是寫一個便條紙 然後留言給他 然後也許這樣他就不太會改變 嗯 這很正常啊 因為仔細這樣便條紙而已 為什麼要改變 對啊 但是 那你的那個 手段 太 太溫和了 然後所以 對方可能 get不到 你有多麼強烈的想要改變嗎 不然為什麼政府會怕民眾上街遊行抗議 因為那個上街遊行抗議 就是一種比較激烈的行為 如果民眾都是讀者投書 寫email到政府的信項的話 就不太會改變什麼啊 因為政府已經每天都收到很多疫苗都懶得鼓勒 就是 當然不會改變啊 這也是跟你的採取的手段呢 激進程度有關 對 但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自殺就不是最激進的手段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自殺 因為你如果想要激進的話 你有比自殺更激進的方式 然後去改變這個世界來 配合你自己想要的這個樣子嘛 就是說你覺得世界現在這樣不滿意 你想要改變這個世界 你有很多比自殺更激烈的方法 更激烈的手段你可以採用 所以你就應該要採用這些更激烈的手段 而不是用自殺這麼消極的手段 對 這才是我反對自殺的原因嘛 因為我覺得自殺這個太消極了 如果你的目的是要改變這個世界的話 你用自殺這種方式就太消極 這個威力太弱了 我一直以為自殺 自殺這個手段應該算是一個非常激烈的手段 它相比於讀者投書是比較激烈的 但是我覺得那個激烈程度 也沒有那麼高 所以你認為最激烈的手段 可能包含 但不現實的原因 激烈的手段很多啊 就是你可以去看六法全書 法律常規定不能做的事情通常都滿激烈的 可以參考一下法律的規定 然後看什麼不能做你就做 那就很激烈了 吸毒算是慢性自殺 你要看你吸毒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你吸毒是為了爽就不是啊 比如說今天如果你吃薯條覺得很爽 那你就不是慢性自殺 那你只是做了一件你覺得很爽的事情而已 可是它會牽涉到你剛剛說的 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承受 結果最後無法承受的事情 沒有啊那就是你病死了啊 你如果吃薯條 然後最後什麼心血管阻塞 然後中風什麼的 你那也就病死了啊 沒有人會說吃薯條吃一吃 然後心血管阻塞 然後就說這個叫自殺死 大家就會說那是病死 可是用藥過量會死掉啊 我現在意思就是說 嗯 本質上它就是生病死了 嗯 就是 嗯 就是它 它吸毒不是為了要讓自己立刻死 就是它吸毒的目的不是為了讓自己死 它吸毒只是為了爽 它為了爽吸毒 然後有一天它因為吸毒太多 它就身體肌肉退化很快 它就死了 那我就說這個就只是 病死了嘛 結果身體肌能不行死了 結果我說它就不是自殺 因為它 它也沒有想要死 它也沒有希望自己死啊 它只是因為身體沒辦法附合那個毒體的副作用 嗯 嗯 對阿老闆就說啊 很多都不算自殺 然後 算自殺的 就是它為了某些目的自殺 它其實可能是 用錯方式 它有更好的方式可以選 或是更 強烈的方式可以選 那你對於情況 嗯 嗯 我覺得 嗯 好 不能說親子沒有關係 這樣講會可能有點問題 就是 就親子就是一種 相處時間特別長的關係 因為你小的時候你是不能 通常也不能說不能選擇 但是就通常你是 不太會去 就是選擇離開家嘛 通常大家小的時候不太會選擇離開家 所以那個 你就會有很長的時間 是一種 你一定要跟你的家人相處 但是 就是 就你沒有辦法 避開他們的狀態這樣 比男女朋友還要更 更那個 就是複雜的關係 因為男女朋友是你可以離開的 雖然大家通常也會覺得分手道德壓力 但是分手道德壓力 相比於離家的那個 還是壓力太小了 我的意思就是說 嗯 就你分手的話 你可能會承受那個壓力值 如果是1的話 那對於一個可能小學生 要離家出走 要承受壓力可能是100這樣子 所以是不能比的 所以就是 嗯 就是 家庭就是 親子關係就是一種 你被迫要 跟他們相處的一種關係 就你被迫要跟某個特定人相處的關係 對 然後 嗯 父母對小孩也是類似 雖然父母的選擇會比較多 對 所以其實 嗯 有點像是 就是 就是一種不對稱的 那種 就是 嗯 人際關係 嘛 就對父母來講 他是有選擇的 他如果覺得小孩實在是太難教了 他可以那個 游出去嗎 對 就是一走了之 他可以棄養啊 或是 愛幹嘛幹嘛 就是 父母對小孩的宰致力是比較大的 然後 小孩對父母的話 就是其實 選擇相對少 除了一些很激進的 會離家出走的之外 絕大多數的小孩都是乖乖的 就是 順從父母的意思去生活 對 所以就是 它是一種不太對稱的關係 然後 就是 它是一種不對稱的 長期的 親密的人際關係 然後 所以 嗯 就是 特別容易造成 人們性格上的扭曲嘛 所以才會有很多什麼 家族治療啊 然後 很多的那個問題都說 是由於 童年的家庭原因造成的 對啊 那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嘛 因為 因為它就是一種不對稱的 長期的 親密的關係 所以它很 它很 它很危險嘛 其實它很容易造成人們心理的創傷跟扭曲 因為 人在那種狀態下 很容易就會覺得 自己是沒有辦法 脫離的 然後 所以就只好被迫順從 然後做出很多 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就做了很多改變 然後 或是做出很多 就是 忍受很多事情 這樣子 對 就很多社會問題 可能你追本說你都會發現 那時候他們家庭有問題 然後那家庭的問題就 瀰漫開來 瀰漫到整個社會 但是 家庭的問題也是 上一代的社會問題造成的嘛 就因為你可能是在社會環境下 你過了不爽 然後你就把那個不爽 帶到你的家裡 然後所以 所以它還是一個 你也可以說 一種人類社會的共業這樣子 對 是共業 對 就所謂的共業就是說 複數的個體 然後 一起共同創造的一個事情 就叫做共業這樣子 你可能創造業障 不一定是障的 有時候也許是好的 就是 有些人會覺得 文化的東西是他們喜歡的 他就覺得是好的 就比如說像 現在可能 比較少台灣人會覺得自己是中華民族 就是要弘揚中華文化 但如果說是上一代的人 他們應該也是會覺得自己是中華民族 然後覺得 中華文化很好 然後 推崇 就是發揚光大 就比如說什麼 那個 儒家思想 然後人與人要禮貌 然後 要禮尚往來 然後 要這個 可能要 這個 一些比如說什麼 要救急不救窮 然後一些觀念 要這個 什麼 雪中送叛 什麼的 就是會有一些 中華文化流傳下來的思想 對啊 然後什麼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就是在台灣人的心中 上一代是很 很多的 就是 大概 現在四十歲以上的人 普遍相信的嘛 就是善有三報惡有惡報 但如果你問一些大學生 現在大學生就不一定相信了 你如果問 現在大學生說 你覺得善有三報惡惡報 他們可能會猶豫一下 對 這個觀念有轉變 他可能會問你說 什麼是善 對對對 就你如果問四十歲以上 他會覺得善惡是很好區分的 現在很難 現在的大學生會覺得很難區分 不要傷 如果傷害了別人 通常就是惡吧 沒有啊 那你那個 考試考一百分也會傷害別人 因為你可能考一百分 救人 他就沒有一百分 然後 他傷害他自己啊 不是不是不是 他沒有努力去 欸不是啊你要想 假如今天有一個家庭 然後他爸媽就說 你如果沒有考一百分的話 差一分打一下 然後呢 所以 他可能考六十分 就要被打四十下嘛 然後可是今天如果說 全班最高分就六十分 他也可以跟他父母抗辯一下 說我已經是全班最高分了 但因為不是這樣嘛 因為就有人考了一百分 所以父母就會說 你看那個XX都考一百分 然後你現在只有六十 所以就要被打這樣 那我的意思說這樣的話 那個考一百分的人 就也傷害那個考六十分的人 對不對 可是自身的努力 本來就是為了獲得更好的生活嗎 不是不是我現在只是在說明 就是你一個行為 會不會傷害到別人 不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 就是說你今天做了一個行為 然後這個行為 它採生一些後果 採生一些效應 那個效應是外溢出去 是你自己沒辦法掌控的 但你沒辦法掌控的這些外溢 現在又可能造成一些人的傷害 所以如果你要用 有沒有造成傷害來定義善惡的話 你是定義不了的 因為一個行為 它會外溢成什麼 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你就沒辦法界定善惡 所以才會有一種倫理學的立場 它會說我們不能用 外溢效應來判斷 我們要用可以預見的效應來判斷 也就是這個人做這個行為的時候 他預期這個行為會產生的後果是什麼 要用這個來判斷 但是如果你是要訴諸這種意圖的話 就是說他的預見 這也不叫意圖 對意圖另一個東西 就是如果你要訴諸意見的話 那就會涉及那個人的認知 事欲的問題 就那個人有多聰明 他有能夠看得多遠嗎 就如果今天一個笨蛋 他可能做什麼都覺得 不會有後果 所以這個笨蛋他就很道德 但按照那個流派的論理學 他會覺得那個人確實很道德沒有錯 因為他覺得笨蛋的道德標準比較低 他覺得聰明的道德標準比較高嘛 結果他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越聰明 你可以預見越多事情 就應該要幫大家都考慮好 然後如果你沒有幫大家考慮好 那就你不對 或是你幫大家考慮到 你還故意那樣做 那就你不對嘛 就比如說我已經預知到 我今天考一百分 會害別人同學被打 然後我還敢考一百分 那我就很不應該 對那如果現在他不知道 他只是想要努力考成績的話 他考一百分就沒有什麼不道德 對對對 大概是這個意思 我在高中的時候 欸我可以講自己的事嗎 可以啊可以啊 我在高中的時候 曾經為了不要讓某人當最後一名 所以當了三年都最後一名 那你就很有道德啊 就是你可能就是符合了那個 按照自己的預期的那個去 去做選擇嘛 哦 但我想天堂應該很無聊吧 沒有想要上天堂 沒有這跟散堂沒有關係啊 現在只是在討論 散有散爆惡惡爆的問題 就是說 呃對老一輩的人來講 他們會覺得 散惡都是很好判斷的 但是對於年輕人來講 他們會覺得散惡都是很難判斷的 因為年輕人會認為 呃就是 就年輕人大部分都是 學過混沌理論嘛 就覺得什麼蝴蝶排排翅膀 就會爆風雪了 所以大部分人是持一種 不可之論的立場 覺得說 我沒有辦法知道自己的每一個行為 會 對這世界造成什麼後果 那這樣做事不就沒有多少 所以 最後的表演就是你爽啊 就是現在的流行的主流 年輕世代的價值就是我爽就好嘛 因為 因為我如果選擇我爽的行為 至少我當下先爽再說 我如果選擇我不爽的行為 我也沒有辦法保證他會對社會比較好啊 就是你選擇你不爽的行為 沒有意義 因為他除了會讓你立刻不爽之外 他不會有任何的 額外可預見的好處是被保證的 哦 那我可以再補充一下 就是我考三年了之後一名 他有個原因是因為 嗯 那是我爸想要講念的學校 嗯 所以我覺得 考最後一名會氣到他 哦 對 算是雙贏吧 嗯 如果 對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反正 對吧像你看 你預見的就是你那個行為可以氣到你爸 然後假設 氣到你爸這件事情是 嗯 就是 是一件好事 那你就做一件好事 那假設你爸這件壞事的話 那你就做一件不道德的事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你覺得這些是 但是 但問題是氣到你爸到底是好還是壞呢 你有你有預計 你有去想這件事嗎 就你有沒有想過你氣到你爸之後 這個氣到你爸會對這個整個世界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哦 我以為 這個時候就是我爽了就好了 對 所以你看嘛 最後還是 我會說其實你並沒有想到那麼長遠 但是事實上你也無法想那麼長遠 就你是不可能去計算說氣到你爸之後會對這個世界帶來什麼好或壞的結果 所以既然你都不知道 那你最後考慮的就是自己爽啊 我會一直說因為只有自己爽是有把握的事 對啊 所以這就是 對 所以這就是一個 當代主流的 就是 倫理學嗎 對 可能沒什麼倫理了 就反正就是 就是我爽就好 因為只有我爽是能夠把握的事 嗯 就是所有的 就是我爽以外的東西我都沒把握嘛 然後沒把握的話 就是我怎麼努力都 就我努力的去犧牲自己的爽去妥協 也不見得會換到一個更好的世界 那我幹嘛犧牲自己 那如果我確定犧牲自己可以帶來更好的世界 那這個犧牲就是應該要怎麼做的哦 不當然你怎麼確定嘛 我的意思就是說 大部分人都已經覺得是不可能確定的 除非上帝告訴你 已經有神慾 就是說 哦 你看到一道光 然後什麼天啟 看到天空寫的字 然後聽見天上的聲音傳下來 然後 那另當別論 如果你沒有這些超神秘經驗 那 那你怎麼去覺得說你犧牲自己 竟然可以帶給別人好處呢 之前有一部電影 好像叫求求們吧 因為我沒有看 我只有看預告 然後有一些 稍微的講解 稍微的講解 他的內容好像就是講說 就是 好像是叫一個家庭做抉擇 就是看他們要殺掉誰 如果沒有殺死那個人的話 世界 世界就會開始默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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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 這算 這種犧牲 就算是 合理的 對不對 不合理啊 因為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 那這個他們 犧牲完之後 就同樣的邏輯可以讓 無數家庭都來犧牲 這樣 然後這樣的話 最後就死了一堆人而已 然後 世界也不見了會有什麼改變 所以如果遵循那個說法 反而會造成世界名義 是這樣嗎 沒有 應該是說 那個說法 遵不遵循並沒有意義啊 因為 嗯 那個說法可以被套用在所有的人身上 除非說 你的家族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嗯 就你有辦法證明你的家族 跟所有其他人類家族都很不同 那也許是 有可能會是真的 但如果你跟大附近的人類家族沒有不同 那 那其實就 我覺得就是一個沒有意義的說法 可是 大家不都覺得自己是特別的嗎 嗯 對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自己特別到 你的犧牲可以拯救這個世界的話 那你就go ahead 我也支持你 拯救一下世界這樣子 就看你覺得自己有多特別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特別到 可以扛起這個拯救世界的責任 那一定是不行的 對 那你就不用想那麼多 嗯 嗯 所以那個我爽學派才會是主流 哦 我不知道 消失 事實上現在很多人都是我爽學派 只是有些人包裝的比較巧妙 就是 他明明是相信我爽的 但是他卻假裝自己是很在意別人的感受 然後很替別人著想 然後當然其實他的所謂的替別人著想都是沒有根據的 他都是自己一廂情願的認為別人會 所以 減樣減樣別人會爽 然後 其實那些都是他想做的事 其實他只是用別人的爽IP自己想做的事情背書而已 就比如說他今天想要 吃一個高級餐廳 然後他就說這個 我預期這個 我朋友們都想吃高級餐廳 所以我就辦一個Party請大家吃飯 然後 然後 呃 但是其實他並不是真的因為想要讓他的朋友開心 他只是自己想吃高級餐廳 然後用這個飯Party來當作一個藉口 顯得他這個是一個很為他人著想的人 對 或者說他想要獲得的體驗就是跟朋友一起吃高級餐廳 所以根本就 跟朋友爽不爽沒關係 對 我的意思說其實大部分人在做決策的那個最終極的根本還是自己爽 只是他們可能包裝的比較巧妙 然後就 我是為對方 之類的 對 就說我是為了大家著想 那其實也沒有這樣 其實他 他的那個為大家著想是 他只是想了一個說法而已 就是 你這樣講其實跟父母的狀態也是蠻小的 我跟他說父母為小孩著想 對啊 然後很多都是假的啊 對啊 所以就現在大家已經看過手腳了 所以就也不用演了 就大家都大方承認 我們就是為了自己爽 就好了 這樣比較方便 我不知道欸 我身邊的朋友還是做了很多 我覺得他是為 就是為小朋友著想的事情 什麼意思啊 就是 比如說 選 幼稚園 會想要選選美的 但是又擔心說 其實 台灣不算是一個 有英語環境的國家 所以 可能 就是 上小學之後 就會 就是前面的那些都沒了這樣子 然後 就會很糾結說 那到底是要送雙 就是一般的幼稚園 還是選美的幼稚園 對啊 又或者是 我妹最近生了小孩 就是 怎麼了嗎 都沒有 我只是想說那個 送什麼幼稚園 那個他們 考慮的 明明 父母考慮的明明就是 這個小孩以後 那個 學了這些技能之後 然後 能不能在社會上 光中耀祖 然後 所以他其實考慮的還是 光中耀祖之後 自己獲得的那個爽感 他考慮的還是自己啊 他考慮的不是小孩啊 我同意 你對養兒防老 這個概念 有什麼想法嗎 防不了啊 養 養兒那個 不 噴自己 都已經不錯了 因為我爽就好 我意思是說 這個時代養兒很危險 你很容易養兒 之後被兒子以後還把你殺掉 啃老 不是啃老 他把你殺了 都有可能 就是小孩殺父母 現在 現在社會沒什麼不可能的 對 可是好像 可是還是蠻多人 有這種 懷念 對 你說養兒防老 不是 沒有 就他沒想清楚啊 他們以為可以防老 其實是防不了的 可是如果 沒有產生後代的話 人類 就要絕種了 搞不好絕種還比較好啊 喔 可是絕種 冰淇絕種 應該就是會大量繁殖吧 你看現在台灣 怕就是 整個經濟垮掉 不是都很 就是鼓勵大家生小孩 嗯 嗯 我認為其實是沒有用的 就是 就那個鼓勵是沒有用的 你如果已經 進入那個死亡螺旋的話 你就鼓勵大家也不會生 譬如說你今天假設政府說已經不行了 大家都死不生 那就說生個小孩就補助你一千萬好了 然後 就算你這樣搞 然後也沒有用 因為當大家聽到 你生一個小孩就補助一千萬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你的國家的財政次數會很劇烈 你哪來那麼多一千萬 去給這些新生兒 那如果你沒有夠多一千萬去給這些新生兒 的話 就假設大家真的生一堆 因為有些人傻傻不容就生一堆嘛 可是你國家就給一堆一千萬 那你這樣新臺幣不就貶值嗎 只要大量印鈔票 那新臺幣就會貶值 那如果我已經看到新臺幣會貶值 那我現在該做的事情是什麼 當然是趕快離開台灣 把我的新臺幣就換成本金 換成人民幣 換成任何其他的地種 換成黃金都可以 那我的意思說 所以這樣的話 就會造成大量的人口移出 然後大量的人口移出之後 政府就更沒有能力 因為就收不到稅收 然後就更沒有能力 就更不可能 對就更窮又更發不出錢 然後就當然就也不會有人去真的 乖乖心生而領一千萬 就來不及了呀 所以你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的時候 就做什麼都沒有用了 我好選你平常的事後是什麼 如果硬要講的話 可能就是工作啊 就是說工作是那個 事後 對呀對呀 就我最喜歡的事情就是工作啊 因為工作是花我最多時間的 工作也是花我最多時間的 喔 那這樣的話 你可以最喜歡工作啊 嗯 但我覺得不能這樣問 應該要想一件事 應該說是 就 嗯 我不知道 但也許你也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種樂透財的話 然後你還會這麼欣賞 其實我會 對那你可能就是喜歡工作啊 嗯 喔但我覺得工作 其實會給我帶來痛苦欸 不是啊 但他帶來的快樂大於痛苦啊 所以你才會繼續去工作 嗯 喔你的邏輯就是 水不夠燙 水不會放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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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不是這樣講的 那個就是 是因為水根本就不是燙的 那個水會非常舒適 所以才愛不釋手 對對是愛不釋手 根本沒有不夠燙的問題 你現在 可是大部分的人 花在 人生中花 最久實在 不是學 學校就是工作嗎 嗯 肯定工作比較多嘛 對啊 的確是 所以大部分人其實都很熱愛工作啊 這是事實啊 大家確實都很喜歡工作 對 會不會大家是熱愛零薪水 沒有啊 那是黃子啊 那是黃子 嗯 就是說 今天就算沒有薪水 大家還是愛工作 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都是這樣 很多人都是很愛工作 他們只是沒有意識到自己很愛工作 因為工作可以帶來成就感 然後那個成就感其實是 才是重點 薪水只是在 反應那個成就感 結果如果你做了一個工作 嗯 然後結果你沒有拿到薪水 嗯 然後眼神的問題是 可能 人家會覺得你的成就就不值一提 譬如假的我舉一個例子 我今天 當建商 然後接了這個101的標案 我蓋了101 哇這太偉大了 然後結果人家就問說 請問你蓋的101 你賺了多少錢 你接了這麼大一個案子 你跟他講說 喔我這個101其實我是賠錢接的 因為我為了要搶標 我就出價零元 我跟政府說 我免費幫他蓋一棟101 然後我就搶到這個標案 然後我再發包出去 然後我這蓋一個101 我就賠了100億這樣子 然後 大家聽完之後 大家就會diss 你就會說 那你這根本不是成就 你這也沒什麼好偉大的 因為你這個就只是錢多而已 就是大家最後的 最後的反饋就會是變成這樣 所以就是實際上 你就沒有成就感 雖然你把101蓋起來了 但你的成就感是很低的 因為大家就會覺得 你這個不算成就 因為你這個事情沒有賺錢 所以它是反過來的 就是說你做了一件很偉大的事 但是你最後要如何去說明 自己這件事很偉大呢 那你還是要 賺了很多錢 對對對 你還是要說 因為這個事情讓我賺了很多錢 然後 大家就會覺得 嗯好偉大好偉大這樣 然後如果最後這個事情 沒有賺到錢 大家就會覺得 這個事情太不偉大了 可是委員賺自己很多人 他是沒有在賺錢 不是他死後賺到錢 他的那個 死後有人拿他的名字 開個基因會賺到錢 那個都算賺到錢 喔 OK 你說生前沒有 但是死後有人 就像販骨一樣 對啊 但是其實販骨也有爭議啊 因為有人覺得販骨 根本不偉大 那只是因為後來有人有炒作的需求 喔喔 就隨便找了一個很爛的人 然後說 欸我們看能不能把它炒到很值錢 然後 然後 事實上就不是販骨有多了不起 是炒作的人很厲害 很會炒 喔 你說落魄畫家的話 只是為什麼 他先收購落魄畫家的話 然後最後再把它炒作起來 特別是等他死的時候再炒作 這樣那個人就什麼都賺不到 然後錢都被炒作的人賺到 所以他可能只是一種 商業詐數而已 並不是販骨的話真的有多了不起 但這個不是全部 我意思是說 還是有人會覺得 泛骨的話很了不起 就因為譬如說像是 如果你是有念能力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你 就會看到那個泛骨的話 就是會有那個氣在那裡這樣 你說執念嗎 不是執念 就是反正我意思就是說 你就會知道 這個泛骨的話就是比較好的這樣子 所以就是 就兩種狀況都有可能 我意思就是說 有可能是純炒作 但也有可能是 真的有東西這樣子 嗯 就是 也還是有真的很有價值的 但那個有東西就很有價值 所以他之後還是一定會變成錢 我意思是說就是 因為泛骨真的有念力 泛骨的話真的是 別的畫家畫不出來的 所以最後 泛骨死了之後 他的畫就會很值錢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泛骨生前畫那些畫 這些是很偉大的成就 的原因就是因為 讓泛骨死掉 應該說不管泛骨有沒有死掉 所以說因為這些畫作 是泛骨他 投入了他的 畢生功力 天地精華 然後投入到這個畫裡面 所以這個畫就是這麼的偉大 所以他是很有成就的事情 那只是他那個 變現 稍微有點類格了 對 所以如果是在一個更流動的環境 就在一個資本主義高度發財的 新時代文明 一個很好的文明裡 泛骨可能一出道 隨便畫兩幅畫 立刻就一炮而紅 就一氣成名 大家就覺得 哇這個泛骨太厲害了 然後就 他就不會是 就他就不會那麼窮了啦 對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說很有成就這樣 對就是泛骨很有成就 對而且他其實也很值錢 只是他 那個活的時代的經濟不夠活躍 所以他 他沒有那麼多的金融工具 可以讓他 變現他的這個偉大而已 因為金融工具也缺乏啦 對就像現在有NFT啦 如果泛骨就隨便畫幾個NFT 賣一賣可能就大發理事了 這個角度很有趣 所以就是說人追求的是成就感 只是那個成就 很常會被用金錢來衡量他 我主要是好奇說你平常都在做什麼 對 為什麼 想法啊 比一般人要再 標專一點 我以前會說我常在思考這些問題 然後所以 想久了就 就想得比較透徹 但是我後來覺得好像 其實也不是這樣子的原因 就也像說如果你問那個 Kobe Bryant說為什麼你籃球打得比別人好 然後Kobe就會跟你說 因為我每天早上都爬起來練習 但其實就不是這個原因 因為 大家都長爬起來練習 還是練不到他那個水準 對 因為他可能是一個 累世的修為 可能輪回很多次了 然後 每次輪回都還想這些問題 所以你想這些問題 你自己想什麼 可能就想了 對想好多次了 幾百次了工具 對 可能不是這輩子 可能輪回了幾百遍的累積的 你相信有鬼 喔鬼當然有啊 怎麼了嗎 可是你沒有看過啊 恩 為什麼他看過 恩 科學不是需要 有辦法證實 你才能夠確認他是真的 別人看過就可以啦 不然像你怎麼知道美國存在 你也沒有看過啊 喔 可是我看過影片啊 那 我也看過影片 你是說鬼的影片嗎 對啊 老高不是最近剛出一集 那個鬼魂訪談錄的嗎 他都沒有錄下來 喔 我的意思是說 有很多人都有一些這種經驗 就是 看到鬼的經驗太多了 那個 恩 就歷史上都有很多記載 所以實在 實在是 沒有必要去否認他 結果我通常都會先默認是存在的 因為大家不會每一次編故事啊 就你要編一個故事說有鬼 有那麼多人 歷史上可能都成千上萬人 幾百萬人都看過鬼 然後幾百萬人一起聯合起來騙我們 然後聯合起來寫小說 寫故事說我遇到鬼了 經驗巴拉巴 然後 講完一堆之後 然後 結果竟然是個騙子 我覺得這個太難想像了 就是這麼多的人 然後一起聯合要騙大家說有鬼 這沒有必要啊 欸那前兩天我其實有看到志祺 其實有在講觀錄音 嗯 然後 所以你也覺得觀錄音是存在的 觀錄音我沒有研究太多 所以我就不知道 但是可能存在吧 如果 還通常只要有夠多人在講 說這個事情是真的 我都會先當作是真的 我無法證實他是假的 應該說是我都會認為大家不需要 這樣子欺騙彼此 喔 就你沒有必要故意騙我啊 你如果是假的那你幹嘛 就是你圖謀什麼呢 就是 圖謀成就感 沒有啊 是編護師騙人哪有什麼好成就的 我不知道啊 就是我覺得 你這個騙人為業的 就我認為 詐騙集團的成就感應該是偏低啦 當然如果有人真的認為 詐騙集團是很有成就感 那另當別人 就是 我自己認為 做詐騙業你是不會有太多成就感的 因為你騙人騙得太容易了 你根本不用努力 你也不用動腦 你就可以騙人 就像我記得 以前有一個建宗生嘛 他就穿他同學的制服去受採訪 然後說記者沒有認出來 他是偽裝的 他是穿了別人的制服 他就騙到記者 然後他就揚揚得意 然後我的意思是說 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 就沒有那麼有成就感了 我就不會想做這種事啊 因為我覺得 你記者本來就不可能 會默認學生 穿別人的衣服來受採訪 記者當然不認識那個人 但是記者的 天生的這個認知 他也不會覺得 學生想要 穿別人的衣服來被採訪 他也不會認為學生會做這種 因為這沒有意義啊 結果你今天穿了別人的衣服來受採訪 然後 告訴我們你是怎麼樣怎麼樣 讀書的秘訣 考75級分是因為我 怎樣怎樣 準備考試 然後其實你假的都是假的 那其實這是沒有意義的啊 就這事情 就是 你這樣騙大家 沒有任何好處啊 所以記者不會默認學生會來騙 所以記者也不會有防備 那記者不會有防備的情況下 你作為一個學生 你這樣穿著別人的衣服 騙到記者 這件事情太容易了啊 所以這件事情 並不值得驕傲 也沒什麼成就啊 這件事情最多只是一種 反動 就是他可能很討厭 那個看到 記者在報導 讀書的秘訣 因為 那些秘訣可能都是假的 而這可能也是事實啊 就是說 或雖然是假的意思都是沒有用的 就是說今天很多 考試考很好的人 在分享秘訣的時候 他講的秘訣根本就是對別人不適用的 這個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像如果別人問我說 請問你要怎麼樣 才能夠 這個 就是 創業賺到錢好了 然後我就會 說這個 嗯 就其實我可能就只是運氣特別好而已 這樣就是 就是 因為我們公司都用紫骰面試人 然後就希望收一些運氣特別好的人進來 這是什麼 這是真的啊 所以你也是紫骰進來的 他們都是啊 對 你是說二十點那個嗎 沒有沒有 他們都骰六點了 二十點那個太難了 後來就是都 還是揮風六點 還是骰六就可以了 後來沒有要骰二十了 你說連三次嗎 還是一次 骰二十就 連三次啊 但那個只有 某一個面試者的時候 就我們 我們歷史上 只有一個面試者他特別倒霉 等一下那天來的時候 被要求要骰二十面骰 然後後來都又恢復六面骰了 對後來都是骰到六點就可以了 那我會覺得很幹嗎 你說那個 骰二十面骰的 他就比較倒霉啊 對啊就是 但是我覺得是公平的啊 因為我們都示範給他看 他是唯有 見證大家示範骰二十點的 面試者 那我應該要 其他面試者都 其他面試者都沒有機會 體驗這種 紫骰表演耶 八千分之一的紫骰表演 這那麼難得的 這個 對不對 殊勝的體驗 對不對 對就是那個 但我只是說 反正如果別人問我說 啊創要怎麼成功 要怎麼樣賺錢 我就會說 妹就是都是靠運氣的這樣子 就是因為就是 我同意這件事情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當然不是都是靠運氣 當然是有很多的 就是方法或者秘訣 但因為這些方法或秘訣呢 他是沒有普遍適用性的 所以如果我講了之後 別人去學習的話 就會學不好 然後最後就會 很可能就失敗了 然後所以 然後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 所以我講秘訣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讀書秘訣 分享的其實也沒有用 所以不如不要分享 所以可能那個學人就是很不爽 覺得說他媽的 記者每天 應該不是每天啦 每年都要報道一次 就是要採訪那些 考了考的學生 問他們有什麼秘訣 然後其實根本都是 封學 就沒有秘訣 然後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那個學人 就很不爽 記者做這件事 所以他就去 穿同學的衣服 然後去亂講一通 然後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嘲笑他 但我會說 這件事情的 成就感或價值 其實並不在於 他騙到記者 騙到記者這件事情 是很容易的 這件事的價值可能是在於說 他表達了記者 每年做的報導都很無聊 或是很沒有用這件事情 對 他只是用了一個方式抗議 但我的意思是說 詐騙這件事情 本身是不會有成就感 因為詐騙通常都是很容易的 因為你就是要 你詐騙要成功 然後你就是要騙一個 大家不會訪你的 場合 你就會很容易成功 因為詐騙是以成功為目的 一騙到錢為目的的話 那你就會學一些 很好下手的機會 但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其實就會失去成就感 因為成就感 通常是你要做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然後抓到錢 才會很有成就感 因為你什麼都沒做 躺著 然後隨便騙兩下 你就抓到一堆錢 那你也不會有成就感 突然對你們 就是有一種敬意 對 六點 其實我還有好奇這件事 就是那個火星計畫 你們離職 離職邀請大學生 對啊 那如果想觀賽的話 不知道能夠去看嗎 觀賽可以啊 觀賽就是不用那個啊 不用是學生 你也可以來觀賽啊 對啊 我不是 我說你可以來觀賽 沒有問題啊 嗯 我好奇問一下 我剛剛問你 有點 比較偏向私人的事情 你會覺得不自在嗎 不會啊 怎麼你想問什麼 我剛剛問完啊 喔 我可能沒有覺得有什麼私人啊 喔 真的喔 對啊 因為我只是好奇說 其實 其實我很 我很喜歡去探究人家的思考方式 對 就是 欸為什麼你會這樣想 然後那個路徑是什麼 嗯 你是做什麼工作 我是 台北市立毒品 國安法治中心的各個關係 喔 那你真的在防治毒品 喔 所以我剛剛問的問題也是 我一直在想的問題 就是 他們到底算是慢性自殺還是 不是啊 他們就是因為 為了一時的爽 然後 基本上我覺得你也很難去 限制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 就就這有點像是說 你要防治大家吃薯條 你要怎麼防治咧對不對 就大家就是想吃薯條 這個是 太難防治了 就拿很多心血管疾病的照片給他們看 你說拿什麼 心血管疾病的照片給他們看 我覺得是沒有 所以你會變成這樣喔 我覺得沒有用 而且我覺得 你很不好 你要在那個 誤導大家 就大家如果有自己去讀一些論文 就會發現其實是 不是每個吸毒的人都會上癮 然後 應該是說看種類啦 對 假設不是每個喝酒都會醉嘛 因為是一樣的 因為有人就酒量好 因為有人就 他基因比較特別 然後之類的 對阿 所以 但我只是說這個 本來就沒什麼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沒辦法防治 也沒什麼好防治的 結果沒什麼好防治是說 因為 就跟 吃薯條一樣 你就是 大家就自由了嘛 所以你也很難去說 你什麼能吃 什麼不能吃 那我是說就是 因為如果他真的想吃的話 你做什麼都沒用嘛 他真的想 他就是會有辦法吃到 然後 然後你 你只是在增加他的成本而已 所以 所以我意思說 那你還不如那個 就是 就是 開放 最好的防治就是說 合法化嘛 就是透明的 甚至 每個saven都有在賣 就反而不想買了 對 可能就不想買了 結果搞不好那些人 想要吸毒 他們是因為覺得 那個毒品非常難獲得 他是在享受獲得毒品的樂趣 他的樂趣是在獲得毒品 而不是在於吸毒本身 吸毒本身沒樂趣 但是獲得毒品 那麼困難 他太困難了 他就很有成就感 他就覺得說 我要費盡千辛萬苦 九牛二虎之力 我才獲得這個毒品 那這個毒品一定很有價值嘛 對 所以我會說他們的思維 說不定是被這樣強化的 所以如果你讓毒品超易得 搞不好他們就不想吸了 他會覺得說 這個太易得了 我幹嘛呢 對不對 就是要他很難得嘛 對 所以就是 我覺得邏輯上 可能是要這樣防治 對 如果你要防治毒品 你應該要 讓他變得很易得 待你讓他變得很易得的話 那毒品商怎麼賺錢呢 對啊 所以 所以毒品商其實反而希望你們 防治的嚴格一點嘛 所以其實毒品房子業 其實是在配合 毒品販賣商可以 賣暴利的一個產業嘛 他的真相其實是這樣嘛 對啊 但我的意思說其實 毒品房間業根本就 不是為了防治毒品 而是為了讓毒品產生一個 超額利潤和存在的單位 他的目的是為了讓毒品商 可以賺到暴利嘛 嗯 然後讓整個毒品還是很難獲得 讓那些人可以有成就感 那一種服務業啊 所以你其實應該可以 創另外一個行業跟他競爭 結果你就創另外一個 賣另外的東西 比如說你就賣這個白色的花 然後你就把這個花 列為禁花 就是說全台灣這個 誰敢走私這個花 都是判重刑 然後 就是都刻意很嚴格的 高額的罰款 然後這個花就變得很稀少 然後變得很稀少 然後就跟大家來開始販賣 所以就說你那個 買到這個花 就要可能一百億才買一朵之類的 然後就可以 經營這個生意 然後就有很多人 對這個花上映了 因為覺得 哇這個花這麼昂貴 這麼難獲得 這樣子 然後就新的一個生意 就被你經營起來了 那你講的就是 精品包的概念 嗯 類似吧 但可能我覺得 我覺得毒品要再厲害一點 結果毒品要比精品包 再厲害一點 我覺得精品包沒有到毒品的程度 因為精品包的禁品相對比較多 然後他的那個 他的取得我覺得還是沒有毒品那麼困難 因為毒品的取得通常你都要冒一定的這個生命風險 但是精品包的取得不用 他只是要很多的錢 那那個還是有過差 你再多的錢跟你要拿命換的東西能比嗎 對嗎 就是 所以你可能對 可能就是 對就是你要找 你要找那個什麼 類似在懸崖邊才能長的花 要賣那種花這樣 你要嚴禁採集 那種 然後 像燕窩啊 以前燕窩不是也叫嗎 燕窩就是因為很難摘嘛 摘燕窩是高風險行業 可能會掉到懸崖嘛 對 因為燕窩都在懸崖嘛 對 所以雖然你要說什麼 木耳跟燕窩的化學成分是很類似的 是 但是 就是要燕窩才行啊 因為燕窩才有那個 很困難 然後很高價 然後衍生了那個很爽的感覺 哇 我這個吃到這個燕窩 這是得來不易啊 就是 欸你這樣講好像是對 喔因為 不好意思喔 我要講我的工作 不然你可以講 就是其實我們會 我們會鼓勵就是 按住就是去就醫 然後就是去成癮治療科 拿藥 然後那些藥其實有相對 就是 有相當的作用 可以替代那些 危經藥品 對 可是 他們 要他們就醫其實非常的困難 嗯 就是 也許你說得對 因為那些東西 會不會被抓 沒有應該說 對那些東西取得太容易了 你去看個醫生就行 就沒有那個成就感了 嗯 就沒有爽感 不然就是你要故意跟他們講 那個 你在醫院要設置重重關卡 然後他們要闖關遊戲 他們要玩闖關遊戲 好像跑大地 然後贏的人 冠軍才有那個替代品可以吃 然後 其實有 但是 但是 他們就是會打草擋 因為他是覺得 這東西應該是 你應該要給他的 嗯 沒有 那就沒有辦法了 就是 對啊 就是 看你要怎麼取捨 就是 對啊 因為你就想嘛 你要嗎就是你要創造一個 也是一樣難獲得的東西 還是完美的替代 但如果那個東西是完美替代的話 就表示又有很多人都獲得不了 然後大家就大哭大鬧 有了沒了 所以這沒有辦法 那如果給他很容易獲得的話 那就那個東西又沒架子 又沒有替代到 所以 對 所以你怎麼做都 不對這樣子 對 但你應該不用想這個問題 因為怎麼做 你都是照上級交辦的辦法 顯然你也不是那個 可以決定 要怎麼防治的人 哦 當然 所以就是其實不用想那麼多 我可能 如果真的變成可以防治的那個人 我想法也不會跟現在一樣 哦對啊 因為你可能就會收到一些紅包嘛 然後 你可能就會有不容想法 欸繼續這條路繼續走下去 嗯 我不會想到那裡 我會想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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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到那裡